味道是偏甜的 但我們這些懂得吃的 是不會吃新鮮出爐的 可以試一下嗎 來了,1、2、3 很好 只是掉了一點 這個工作很大,到你了 夾下去,可以切下去 對了 慘了,這幾行你們不能買 就可以了 可以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小心點嗎 然後已經開始硬化 不如交給弟弟吧 你繼續叫時間驚發吧,弟弟 他們每天要做20至30鑊 90盤花生糖 9小時增分段秒不停租 爸爸、哥哥負責炒花生糖 姐姐、妹妹就切花生糖 每個人都不能少 你很想裝模作樣,明白嗎 不能裝模作樣 不能裝模作樣 大家已經知道我們幫不了手 有,那兩行你買吧 就是碎了那兩行 就我們了,對吧 你看看他們每一個都做到 新水新汗 真是粒粒戒辛苦 我們不可以搞亂當沒有貢獻 也要幫忙才行 好… 這些是你吃的 可以… 這些塊可以 這個很完美 其實是否我的盤應該要移動 好 對,做的 好 把它弄好… 可以了 好… 先拿去攤攤 我大概有第二種 通常新鮮出爐就是最好吃的 我這個是新鮮出爐的 我先去吃吃 吃甚麼 你先吃了,你覺得很好吃嗎 我覺得挺好吃 不過糖還有一點黏黏的 然後是熱的 味道是偏甜的 但我們這些懂得吃的 是不會吃新鮮出爐的 我反而會吃攤了一小時後的 花生糖 你嘗嘗 我去吃這個 是否完全不同 因為我剛剛已經偷吃了一粒 後來我才發覺 攤冷了一小時後是最好吃的 它會變成泡菊 它有不同的味道 剛剛新鮮出爐的 剛才說是變甜的 吞了一小時後的味道會變得比較鹹香 而且花生味反而比較出色 好像再鬆軟、鬆脆、鬆化一點 這個味道是比較好吃的 我喜歡吞了一小時後的味道 對,這個很棒 榮師傅一家人除了令我感受到 甚麼叫團隊精神之外 就是一個都不能少 作為旁觀者的人 我只能默默地為他們加油 等吃,然後再等一小時 想不到做花生糖就像上戰場一樣 每一樣東西都要分秒必真 唉…我還是吃算了 立即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 ViuTV